穿上台灣奧運統一外套準備出戰 抱著既開心又緊張的心情 下一站前往巴黎 最後階段準備就是 因為我現在強度還在慢慢的往上提升 那去到奧運那邊訓練的話 還是要再把強度再往上拉一拉 到了台灣機場 心裡還在想著要怎麼做調整 維持最佳狀態 第一次要去奧運其實也滿興奮的啦 雖然說有特別去歐洲比莫賽 就是想辦法讓我自己的狀況 可以在奧運比賽的時候 把自己的巔峰再展現出自己是 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的最佳成績 畢竟出國參賽 去到不熟悉的國家 都得花時間適應 但實力根本沒在怕 其實心情一直都比較沈穩 然後也比較冷靜 然後其實在整個備戰的過程中 我覺得都是 其實心裡都沒有受太大影響 不只家人連昔日戰友 也到場送機給予祝福 很感動吧 因為其實我們一起奮戰那麼久 然後自從亞運之後 他就選擇往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然後我繼續的在田地場 繼續的打拚 然後我也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支持 2024奧運將在7月26號到8月11號 在法國巴黎舉行 台灣代表團參賽項目 包括射箭 田徑 拳擊 射擊 游泳 桌球 跆拳道等等 16項運動賽事 總共60名代表運動員 踏上五環殿堂 行政院長竹榮泰 也特別來送機 讓自己打出自己最好的成績 也為國家爭取最高的榮譽 也向全世界展示台灣國力 再一次的向前邁進 教練領軍選手們帶著大包小包 準備上機 不只突破自己 也要為國爭光 TV新聞和家陽學觀賞 及阿婷也順分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請再往